保护额哨是我们大人的责任 在这一次额月事件以及黄子娇的创意私房的性影像事件之后呢 民进党就立刻采取了相关的行动 在额哨性剥削我们有相当多的立法委员都参与了立法 而且进行了提案说明 而且到现场做实际的审查 务必就是要来确保我们可以更精进的建立一个更防护的网 来保护我们所有的孩子 在这次额哨性剥削的立法固执中呢 我们采取的是预防摄影治疗 我们必须建立相关的资料库 并且要求为服务要加速的巡查并且竞速封网 在刑法286条呢我们也加重刑罚 在加列第五项 让如果是伤害了虐待了未满七岁之人呢 他的刑罚加重二分之一 这是民进党责务旁贷的一份工作 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在整个立法过程之中呢 其实我们每个委员都需要去进行 所谓的提案说明实行以及相关的审查 许多的民进党委员都是同一同做到的 非常尽心尽力 希望可以去顾及到每一个面向 但是许多国民党的委员 不一定有来到现场哦 但是他在发文的时候倒是跑第一了 像这一次的台北市幼儿园圆的性侵案 连民法都在 事实上是市政府没有作为 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民进党从过去到现在 甚至到未来 我们绝对会把额少放在第一优先 那我也呼吁国民党 停止政治斗争 停止作秀 一起来跟上民进党的脚步 来全心全力守护我们的额少